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什麼 操作基因轉折的過程當中 作為載體的質體上 最好要有什麼 抗抗生素的記憶 那這一題其實前面也有看過類似的題目了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最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幹嘛 方便我做挑選 因為我不知道細菌到底有沒有減回去 所以如果不知道有沒有減回去的情況下 我今天抗生素灑下去 有減回去的具備抗腰性 那就可以被篩選出來 沒有減回去的剛好 就不具有抗腰性 我可以把這類的細菌給剔除掉 確保我們今天所殘存的細菌 都是有基因轉折成功的細菌 所以答案選擇C選項